歡迎收看 歡迎把抓 我是張道合 我們看到今天的四大關鍵字 藍綠拼場 白在墩 撒喀都戰法 長這樣 科世幽默 反省 黃珊珊 變功敵 四大話題怎麼聊 現在介紹今天特別來賓 第一位 時事評論員 李一兄 趙和好 大家好 新美式議員 葉元之 趙和好 大家好 明日文化發言人 楊寶貞 趙和好 大家好 賴金漫發言人 戴偉山 趙和好 大家好 好 在上禮拜 藍白分手之後 那分手之後 可以唱到分手快樂嘛 易修 我們可以看到 之前說政黨實力 很重要 我講三次 民眾黨根本不想管 誰跟你政黨實力怎麼樣 沒想到分手之後的 這一個週末 終於全部現行了嗎 是 終於讓人家看到 什麼叫做政黨實力 也許他沒有辦法反應在民調上面 馬上立刻見效 但是當選舉選到最高潮的時候 趙和你還記得嗎 2018年的時候 柯文哲藍的一邊 綠的一邊 瞬間民調就限縮 多下來了 最後還是靠著延長加持 這個邊開邊投 把姚文哲的氣頭轉過來 才顯勝了幾千票的狀況 所以其實我們看到 進入了深水區之後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真正的深水區在哪裡 對國民黨來講 真正的深水區在南高坪 這種深綠地區 結果沒想到11月26號的時候 你看了 侯康貝首場造勢委 他不管了 我就強行登陸台南 結果這一登陸直導怎樣 誰的本命區你知道嗎 賴清德 是的 我們阿丁阿的本命區 結果你看現場 哇塞 這個畫面 滿滿都是人 原本這個謝龍介說 原本是8000張的椅子 結果加加加加 最後據說現場竟然破了3萬人 你說從8000加到1萬 還不夠 就是往上加 很多人甚至是站著的 所以這個就是所謂的政黨史例 當然現場到底要破3萬人 主辦單位有他的說法 但是氣勢確實做出來了 而且這個場地 因為我們知道台南的街道比較小 現場封街 然後客滿的狀況 已經是絕無僅見了 上一次要回收到4年前 當時寒流的狀況 而且不要忘了 這一場韓國瑜因為去了澎湖 本來要趕回來 但是行程上怎樣 來不及 所以他有錄影片 找大家一起到台南 來支持這一場 可是因為人在澎湖 這跨海不方便 所以最後沒有出現 在沒有韓國瑜的情況之下 僅靠著趙少康家侯友宜 再加上台南在地的這些小雞們 就把氣勢給拱出來了 所以整個藍白分手之後 反而藍營的氣勢整個都起來了 是的 所以這個氣勢一起來 你可以看到底氣就上來了 侯友宜就說 超過3萬名的台南鄉親 就是要各地全台灣 台南這件一定要翻 為什麼 因為上次你還記得嗎 上次台南差多少票 不到5萬 差一點 差一點點 所以謝榮介當然是點滴在心頭 你就可以看到 趙少康當然抨擊起來 就非常有利 他說整個民進黨 現在是整周海撩撩了 民眾黨這一次雖然沒辦法合作 但是中央法院 這個立法院還是有機會 什麼意思呢 因為不但氣勢要翻轉 另外也要來怎樣 來善後一下 上次我們所謂飯店 大吵一架之後的狀況 那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像侯友宜他就開火 他就說不怕死的人 遇到那個不要臉的人 不要臉的人一定會死 你看這就是底氣 就是所謂的政黨實力 那另外也可以看到 藍白破絕後首個週末 說真的 什麼叫做政黨實力 就是你地方的小雞 那你本來小雞 你是不是就要開進辦 你是不是本來就要造勢 有活動 所以你要不要母雞 要不要中央有人下來輔選 要這就是 所以六個行程 事實上根本排不完 大家排著上掛號 滿滿都是行程 那就到處站台 可是相較於我們可以看到 為什麼侯友宜講這個底氣呢 因為他現在發現了 民眾現在遇到一個困境是 沒有辦法 有很多的行程排不出來 因為你缺乏地方小雞 你小雞就十隻多左右 而且再來他們的資源有限 所以造成的結果是 只有一場一屆的研討會 所以你意思是說 在上禮拜五藍白分手之後 白感覺還在情傷的感覺 他沒有動作 不知道要去哪了 反而藍營 好 沒關係 我認了 我就一路走下去 對 現在的關鍵 你看 最近柯文哲不是有發臉書嗎 他發臉書他還在談上週的事件 他還在談說 我們在飯店當時的狀況 還有這個之前六點聲明的問題 可是其實現階代侯康已經走出去 已經去造勢 已經去動員了 所以根本停不下來 你看喔 所以現在就有人評論就說 柯文哲你現在是不是個 家裡遁形的參選人 當然我覺得這樣子形容人家不好聽 但畢竟沒有這個活動 確實對一個剛剛登進 應該禮拜五的時候 應該要有這個大型的活動 總不能軍樂吵完架之後 突然之間 這個什麼不是軍樂 變軍躺 你躺在家裡不行 小成逆跡 是 所以趙大哥就說 這就是藍白在協議的時候 希望納入政黨實力的原因 你看柯文哲現在要去哪裡辦活動 是不是正好印證這個問題 那當然柯文哲是說 因為我們他講的是第三波民主轉型 也就是新政治的部分 那新政治當然不需要怎樣 花太多的錢 畢竟他們有一個想法裡面就是 我不要跟財團站太近 我不要跟所謂的這個錢 因為這些錢太近的話會怎樣 會貪污 會腐敗 所以說台灣可以去地方很多 我是給大家沉澱一下啦 當然也有人就說 那你的副手 星光的財團好像怪怪的 不過對比怎麼樣做你知道嗎 要釐清事實 我們看白之外看藍之外還看誰 還有綠啊 對 我們來看一下賴清德去哪裡 我們賴蕭沛成型之後呢 現在賴蕭沛 現在花蓮的一場鎖廠造勢活動 你有沒有發現這裡有個美甲在這裡 國民黨在台南 賴蕭沛在哪裡 在花蓮 花蓮是誰的本命區 傅崑奇再加上這個 國民黨的本命區 是的 所以這就是政黨的力量 不管是在艱困選區 在人家的本命區 我一樣 人家叫出來 把話罪的兼黨 這就是政黨的力量 雙方都指導對方的後院了 是 這叫氣勢 我首場要殺頭忌棋 那你一定要怎樣 你一定要殺一隻頭出來 所以到了花蓮去 這就是怎樣 民進黨的氣勢 對比 這就是國民黨的氣勢 對比 民眾黨就變成說 他只有一場沒有公開的一屆的行程 當然在這件事情上 賴清德就講說 要肯定美琴沛 現在他就說 Made in Taiwan 美德沛 支持賴蕭沛 讓我們上來台灣一起聊了 不過這裡有個小插曲 我們的行政院長 陳建仁 這個盛騎士 大家知道 盛騎士應該怎樣 應該要講公正無私吧 應該要光明磊落吧 就沒有 他竟然用所謂的公務行程跑去 跑去助選 結果人家就說 你這個是假視察 曾復選 為什麼 因為有人去把行程調出來發現 哇 重點形成就一個 叫做復選 結果有沒有真正的去做公務市場 這是一個大問題 所以總之我們必須說 藍白破去後的首個週末 其實你可以發現藍綠在拼場造勢 可是看起來目前白銀似氣勢 有點拉不起來 來 源氏我們看到了 我們剛剛講政黨實力 在之前要比民調的時候 也說政黨實力非常重要 那時候大家都說不重要 不重要 果然現在藍白分手之後 政黨實力你說不重要嗎 我們剛剛講他有底氣 你可以看到包括侯友宜 包括趙少咖他都這樣講話 真的侯友宜也講了 不怕死的人遇到那個不要臉的人 一定死 這句話 再加上這次陸陸續續的這些 陸戰打起來 你是怎麼看 不要臉的人一定死 這不見得是在講柯文哲 那是因為侯友宜講完之後 記者跑去問柯文哲 柯文哲就回應 根據現場人士的說法 現場人士是游淑會 因為侯友宜是在游淑會的場子 講出這一句話 游淑會說前面的說法是 侯友宜認為 游淑會到了最艱困的選區 不怕死 然後他談到不怕死 選贏不要臉的 游淑會覺得侯友宜在勉勵他 不管怎麼樣 他沒有說是誰 大家可以各自解讀 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是 當然政黨實力非常重要 因為選舉還有40幾天 我們之前就在講 那時候民眾黨認為說 在兩個月前的民調 就當時的民調比較高的 到選後他得票一定比較高 可是不進來 為什麼 因為你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40幾天一定是不斷有造勢活動 我們這個台南活動 其實之前也辦過很多場了 六都都辦過 六都辦完之後 後來的民調就明顯回升 現在還有台南 接下來是不是全國各地去辦 而且選前 有時候不是只有一天一場 有時候一天兩三場 小雞也會辦 到時候我們總統候選人 就可以藉由造勢活動到全國去 這就是政黨實力的展現 所以政黨實力沒有拔納入 到慎選的評估裡面 實際上是我認為是有一點點不準 那現在也不管 也不去扯那些 反正現在已經 藍白確定就已經破局了 但是你可以看得出來 國民黨畢竟 這一次把所有的人把它整合起來 確實我覺得有發揮一些整合作用 包括以前朱黑 猴黑都歸對 誰呢 你知道有一個人叫劉家昌 他之前是最常罵侯永宜的 最常罵朱立倫 他怎麼講你知道 他自己PO臉書的 他講說他跟他們深藍的 他藍營的朋友聊天 發現大家都願意回到國民黨 朱立倫可以把趙少康 韓國瑜 找到團隊裡 一個做不分區立委第一名 另外一個做副總統 大家覺得說至少這個是一個 團體戰是一個好棋 所以你有會覺得 其實這一切一切都要謝謝柯文哲 當然是因為沒有 他只有前後因果沒錯 因為柯文哲如果跟我們合的話 就沒有趙少康了 但是後來沒有柯文哲 我們就好康佩 你說藍白和是不是勝率更高 我覺得是 因為兩邊可以有互補 但沒有的話我們也有自己努力 趙少康進來之後 我覺得趙少康韓國瑜 發揮一種男團的作用 就是說他是一種 就是說各司其職你知道嗎 侯友宜可以吸引到一部分的人 趙少康可以吸引到一部分的人 那韓國瑜可以吸引到一部分的人 這些人也許有一些小小的互斥 我坦白說有點小小的互斥 就是說本來可能有一些人 對侯友宜可能有一點點意見 但看到趙少康對於韓國瑜回來之後 他們都回來了 我講的劉家昌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 所以你可以發現現在的 國民黨的氣勢明顯回升 這包括我在地方跑 我們在市場拜票什麼的 以前在上個禮拜 大家碰到我都搖頭叹氣的 你們國民黨不要再合了 或者是有時候趕快合 就是說沒有一個是很篤定說加油 我們會贏 比較少這種篤定的鼓勵 但現在很多都是會贏 就是這樣衝 趙少康回來 我們因為去投票 本來不想去投 所以我認為我們的民調氣勢會越來越回升 特別是像這種招勢活動 招勢活動是把聲量轉化成陸戰 陸軍實力的最好的做法 未來一場一場會辦 大家可以看到到我們維持個熱度 可以越來越強 來 剛剛有提到四個字不要臉的 到底是在說誰呢 因為侯友宜講出來大家開始猜 說你是罵柯文哲 好 今天趙少康訪訪問的時候 他有說不是在罵柯文哲 是在罵民進黨 好 保證我要先幫這個侯友宜 漂白一下 不過今天大家討論最多 就是禮拜六日大家都在問 你們主席到底去哪 不是藍白破局之後 應該就要走出自己的路嗎 怎麼被人家戲弄成叫做 在家裡蹲的參選人 那好 他有說過 我不要用那種傳統的選舉方法過來做 要花好幾億或是怎麼樣 那你們未來的選舉方式是什麼 你們服務選的方式會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就像柯P他有講 他說其實在藍白破局之後 其實的確我覺得 不管是主席也好 或是我們幕僚也好 的確我們花了一點點的時間 做了一個沉澱是沒有錯的 因為其實我說真的 我們那一次在就是破局之後 然後包含就是各自去登記了 我們其實大家都覺得那一段時間 真的好累 就是因為太高潮跌起了你知道嗎 這樣一下好像快合了 好像又不合 好像又要合 又要不合 就是因為太高潮跌起了 所以的確我們花了一點點時間 做一個沉澱 那現在柯P他的話 他的確在這個所謂的行程上面 可能沒有辦法像藍綠一樣 因為有很多的小機 然後可以去做很多的一些 這種站台浮選等等的一個行程 但是其實過去我們也一直不斷在 辦著所謂的這種廟口開講 其實我們還是會持續去做 然後包含像柯P他其實在全台灣去走 之前已經走過 那我們可能也會繼續去走 就是其實還是有一些地方是可以去的 可是他可能未必會像傳統的這種動員場 然後會讓大家覺得說動輒就好幾萬 好幾萬這樣子做 那我必須講 我覺得其實一方面是 民眾黨的確在資源方面沒有這麼的多 那的確也相對比較匱乏 所以我們可能在這種動員場合 就不太可能會去做到這種 就是動輒上萬的一個狀況 寶珍你會有種感覺嗎 就是禮拜五這個戲已經演完之後 藍白確定已經不要合了 到禮拜六 到禮拜天 到今天禮拜一 會覺得你們的新聞量少得非常少 就好像沒辦法跟藍白和遊戲之後 怎麼都沒我的聲音 因為好像只剩下大概像柯P 像昨天的時候是有這個青年的一個 我們的一個活動 內部青年的一個活動 那可能就是在那樣子的一個場合 會有這種媒體的一個聯訪 所以現在我覺得以我們來講的話 因為可能在陸戰的資源 比較沒有那麼豐沛的情況之下 我覺得可能還是會以柯P 是不是有機會帶動一些議題 或是去主導一些主題性的這個方向去走 可能還是會用空帶路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來 維善妳是怎麼看 我們剛剛講到柯文哲說 誰要跟你們藍綠一樣 選舉花這麼多錢 我們要走出的是新政治 好 你這麼高大上嗎 好 還是你是真的 覺得說我應該要走個新政治 還是你其實背後根本沒涼草 如果這麼高大上的話 應該不會找吳欣盈這個星光小公主 來當他的副手 就是很明顯就是為了他們家的錢財 因為選舉確實是要涼草 所以他一定需要有人去幫忙贊助 他本來想要找郭董的心 看起來是沒有辦法 這個簡訊公佈之後 那個郭董心都碎了 沒有辦法合 好 所以他去找了一個副手 新光小公主看起來也很OK 他也願意 確實就我們要去查下來 新光小公主她在她的這個 她的財報上面 因為這個政治人物都要申報這個財產 雖然看起來好像都還算是簡單 可是你仔細去看 她在英國的房子 其實這個換算成台幣 是有6億6 這麼高的一個金額 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實是身家 真的是非常驚人 所以柯文哲當然搭上這個小公主 當然他就有機會 可以有多一點的糧草 當然選舉最後的這次幾天 大家知道選舉的這個錢 它是一個指數型的成長 基本上你越到選舉後期 你所要花費的金額是越多的 所以他勢必需要有人 就支持柯文哲去做這樣子的 錢的投入 回到我們看到在這個週末 其實我覺得很明顯啦 其實我還是覺得藍白還是各自用不同的方式 在集結他們自己的支持者 那國民黨當然本身就是打這個 打這種所謂的組織戰 所以我們會很明顯看到 他們用的是大型的造勢活動 去重新去塑造大家對於藍白的 藍營自己內部的這個合作 那他們也很快的去下達了軍令 也就是說這些小雞們 這些立委候選人們 是不可以去找柯文哲或是白營 去做造勢 所以你看原資的看板 也很快的把柯文哲給拿下來了 變成趙少康的這樣的一個素描 所以就很明顯 這個軍令下去是有效的 國民黨在鞏固這些勢力 其實白雖然沒有看到他出來 做組織型的造勢 當然是佑英語他們本身 對於組織盤本來就沒有這麼的強 過去可能柯文哲他也是靠著 跟一些地方勢力可能去互動 所以偶爾會幫他辦這個座談 可是實際上回到他的鞏固的這個 所謂他們自己的這樣的一個 他的支持者 他用的方式比較像是在網路上 畢竟柯粉還是從網路起家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弄了一個 叫做6%的真相 對嘛 還原現場 他們把藍白盒在密室裡面 到底討論了什麼這個真相 到底這個6%是怎麼來啊 做了 對 但我覺得這個背後 有非常大的一個 這個叫什麼 早恨 有人默默幫忙啦 對 默默幫忙 可是這個沒有什麼默默幫忙 網紅不可能默默幫忙 一定也是經由這個方式 去請他們幫忙 至於有沒有去付費還是什麼 這我們不很清楚 可是這樣子的一個影片 確實在這個週末 大量的在年輕人的社群當中 去流傳 所以就很明顯的看到 其實柯粉也是努力的 在做他們自己的集結 所以他們藍白其實都在做不同的 這樣的一個集結的動作 最主要目的還是希望 可以邊緣化雙方 當然國民黨他一定是 組織盤比較穩 所以他在這個所謂的輿論上面 在地方上的這種輿情上面 可能會稍微高一點 但是柯文哲還有他的網路的力量 所以彼此雙方都在搶對方的支持者 希望可以鞏固到自己的這個地盤上來 所以非常明確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週末他們雙方都在做一個這樣的動作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趕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大家都很好奇一件事情 就是藍白分手之後到底誰得力呢 誰會衝得比較高呢 你看到這是靖新聞做 這是11月24號到25號的時候 等於就是藍白分手之後來做的 來看到是賴消貝還是第一名 30.5 不過你可以看到的事情 是這個侯照貝 侯照貝28.7 有沒有看到這個地方 好 那柯影貝 這個22.1 好我們從交叉分析過來看 這個交叉分析會有一個BUG 還是跟大家講一下 你看10月29到30的部分 它其實是只有單人 譬如說賴 猴 或者是柯 它並沒有副手 這次我們要先跟大家講一下 那現在有副手的情況之下 真的差蠻多的 你看就已經在這個誤差範圍內 我先說我的誤差範圍是3% 不會是6% 30.5跟28.7 那另外這個柯五一樣是22.1 所以被大家形容說 現在藍營是不是已經歸對回來呢 那當然看一份也沒什麼意思 來給大家看第二份 這是中國時報的部分 我們直接看第二個變相的部分 假如明天就是投票日了 請問你會投票支持哪一組的候選人 賴清德跟小美行28.3 賴清德跟小美行28.3 侯友宜趙少康28.2 只差0.1 那柯文哲跟吳欣24.3 這是中國時報的部分 那另外TPBS有個最新的 剛剛才出爐的 他的時間點一樣是10月24號 這時候的調查 你看到賴消配的支持度是34% 那侯康配31 你可以看到柯文哲的部分 他已經下降到23了 他跟上次調查已經下滑了6個百分點 另外裡面還有幾個比較細的細節 我還特別幫大家寫起來 包括柯的喜好度降了14% 降了14% 厭惡度升到了11% 這可以解讀成一件事情是不是 在這個藍白分手之後大家覺得說 都是你柯文哲的錯啊 不然其實我們可以合起來 可以一起下架目前的執政黨 是這樣嗎 來原知你們現在怎麼看 會認為說 好啊沒關係啊 你們白贏最強的就是年輕票 你們就吸走吧 沒關係 我們把我們的基本盤顧好 這是起義 因為當時綠營可以贏 也是把年輕票吸走 今天白贏去打年輕票 等於是把綠營的票吸走 那我們最後我們三方 就在比誰的政黨實力強嗎 誰的基本盤強 這是目前藍營的打算嗎 也沒有啦 我現在聽到比較精確的說法 是打賴布里科 這比較精確的說法 打賴布里科 打賴布里科 這是我聽到比較精準的說法 那講到布里科 很多人就說 可是你這兩天好像侯友宜 甚至於國民黨的人 是不是還有在攻擊柯文哲 我覺得這是那天軍月飯店之後的漁波蕩漾 就是雙方支持者都還有一點情緒 所以大家還在那邊扯說 到底這個破局原因到底是什麼 互推嘛 那這個撐不了很久了 大概幾天之後 大概這個話題也不會再有人討論 那民眾黨部分的話 其實打他 越打他們 他們一直越凝聚而已 特別是民眾黨現在對國民黨 也不是很有好感 因為之前藍白河變藍白豆 那所以我假設最後 反對民進黨的人 現在大家都說六成多 最後真的很害怕民進黨繼續執政 要從國民黨跟民眾黨 做一個選擇的時候 現在一直去打民眾黨 其實也不好 那比較好的方式就是仿照去年 台北市長選舉的時候 後來蔣萬安幾乎都是不打黃三三 主要都是打陳時中為主 那事實證明 後來蔣萬安的票也是第一名 其實跟黃三三也是有一段差距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的戰略 應該就是以打賴布里科為主 打賴布里科為主 我覺得這也是為什麼 我們高層就是會下令 就是要求小雞們不能夠讓柯文哲 來站台一個主要的原因 不要再讓他趁任何的可能 就是因為兩邊 就變競選了 柯文哲跟侯文現在變競選了 柯文跟侯文變競選 如果小雞找柯文哲來站台 那讓下面支持者 一方面也會不爽 二方面感覺好像小雞 對於侯友宜也不是這麼堅定的支持 但是倒是有放一個 有一個小門 就是說 其實小雞們可以互相支持 就是還是可以讓這個 藍白的國徽其次幾大化 來寶珍你怎麼看 我剛剛念的三份民調出來 其實這樣看起來 藍白分走之後 感覺白是最大數量 當然民調不能只看一次 現在離選舉還有大概五十幾天的時間 那你是怎麼看這三份民調這樣出來 會覺得基層你剛剛說 陸戰已經就是差滿多資源不夠 但是像民調這個地方 感覺要怎麼扭轉這個腿勢 我覺得現在可能 對於在我們的支持度上面來講 不論我們自己原本的科粉 或是我們的支持者 其實大家好像都還滿在意一個 叫做感動度這件事情 其實一方面 比方說像動員 因為動員的話 傳統來講的話 你說動輒幾萬人 這樣子的一個造勢場合 其實對我們的支持者 有時候也會一看就覺得說 看起來好像要花很多錢 然後或是覺得說 你們是不是就是開遊覽車 然後把人載到現場 然後感覺就是現場 好像也不一定很活絡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支持者 有時候其實也未必想要 看到這樣子的一個畫面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我覺得在藍白破局之前 所公佈的那個民調 包含像台灣民意基金 或像台獨聯盟 他們其實都有公佈 那柯P那個時候 大概都在第一名 或是第二名的位置 我覺得一方面 可能跟當時19號的 我們的四十大會之後 柯P他直接喊出說 他要以台灣民眾黨的 總統參選的身分 拼佔到底 那個時候其實喊出來之後 的確他凝結了 凝聚了我們的一個支持度 所以在那個時候 可能我們的一個表態率上升 所以反映在民調上 但是那藍白破局之後 這兩天可能在今天 然後所出來的一些民調 看起來好像柯P 是不是有往下掉 我覺得這個趨勢上面 我們可以持續的 再去做一個後續上的觀察 剛剛其實袁智有提到一個 他說打賴邊緣科 照你這樣聽起來 你會覺得 未來如果別人這樣的話 你們未來會在 國會席次 或者是說在議題上面 你們會去跟藍合作去打綠嗎 會有這種戰略的方法嗎 應該是說 本來就 國民黨跟民眾黨 本來現在都是在野政黨 所以我們去監督執政黨 是合情合理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 這並沒有說什麼 一定是在這方面去做合作 而是我們本來就應該要這麼去做的 然後再來是我剛剛其實 也聽袁智這樣分享 其實我們最近自己也在評估 想說 會不會剛開始就是先藍綠做夾擊 夾擊完之後 再來把它做邊緣 然後感覺應該是有這個 這個步驟性的 然後有節奏的 可能會來進行這件事情 因為我們看起來 可能還是會覺得說 藍綠兩邊 會不會最後還是希望回到藍綠對決 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但是我們也認為說 對於民進黨而言 有沒有可能他們還是希望說 柯P也不要完全下去 柯P還是要 有可以去分到國民黨票 這樣子的一個能力 因為這樣子對民進黨來說 可能相對又會是 比較有利的一個局面 所以的確我們自己也在 持續的去做一個觀察 那比如講 我覺得柯P其實有時候 他的這個突圍的能力 其實蠻強的 有時候大家覺得說 好像看起來沒戲唱 但他又會突然 可能冒出一些議題 或是帶出一些主題 然後又掀起軒然大破 其實都有可能 所以我覺得在 剩下這40幾天 其實不到最後一刻 什麼都有可能 來 文善 你怎麼看 剛剛三份民調看起來 賴清德的確低一個 但是你可以看到 他們的誤差範圍息非常小 中止只差0.1 TB只差3% 近勝只差1.8% 現在確定了 是侯友宜搭配了趙少康之後 你們現在針對於藍這個地方 是完全是 先攻擊趙少康是為主嗎 我記得一開始沒有錯話 一直跟他講說 你要把中廣的董事長辭了呢 你是怎麼看 應該是說身為一個媒體人 他確實是應該要有中立 因為像他如果還是董事長的話 那今天中廣裡面的系統 在寫新聞的時候 他真的可以做到中立嗎 那我覺得這樣子 確實是需要考量的 你看當初像林楚英委員 他當時他在擔任要當立委 就是在當他被提名成立委候選人 那個時候 他就直接辭了他所有三立的主持棒 也從三立正式的全部都 都離開他的那個崗位 所以他是完全是把正媒分得很開 但在這個狀況下 我們也希望就是趙少康可以比照辦理 因為畢竟這樣才能夠真正去顯示說 他不會利用他的這個權力 去控制這個媒體相關的走向 那我覺得這個是必須 媒體人自己要做到的一個 必須做到的事情 那我們可以看到現在的這個民調上面 我們確實看到這個民調的這個震盪 是有出現的 那很大原因是因為前面 大家都在炒藍白河 那所以其實藍跟白雙方的支持者 其實基本上他們都非常的活躍 在表態上他們也是非常的積極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面 民調本來就會呈現一些失真的狀況 所以我覺得還是要等到這個事情 餘波當要過去之後 那個民調才會是準確的 那回到就我想要講一下 剛剛陳建仁的那個部分 就我想陳建仁院長 他本身是到東部去進行視察 包含這個腳踏車道的建設 還有相關農田的視察 那順便去了競選的現場 那我覺得這個是很OK的 可是對比侯友宜 大家還記得嗎 當時他花錢去了新加坡 去了四天 全部都是花公帑 但是在做自己的競選的行程 甚至他到美國去參訪 裡面也有花到秘書處相關的經費 那我覺得這才是真的拿能民公帑 跑去選舉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應該受到妥協的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就算藍白分手那要怎麼樣 我們是在野黨 我們本來就是要監督執政黨 但是如果今天連在野黨的默契都不好 這個信任基礎都沒有應該怎麼辦 你看到柯文哲他怎麼說 他說藍白核沒有成功 合作核沒有成功都沒關係 但是藍白核還是老話一句 張兆和的和 還是不要放棄嘛 對不對 很好啊 和平的和啊 還是要留著啊 是這樣嗎 我看禮拜六日媒體 跟很多的這個輿論都在燒啊 為什麼 因為你太太又講話了啊 來看到陳佩吉說 他說他在寫文章 他說他抱藍營大佬勸柯退選 或者是當不分區的第一 他說這個也欺人太甚了嘛 你怎麼會有這個想法呢 另外他說啊 我直接畫重點給大家講 他說我們各自登記之後 各自努力就好嘛 給彼此一個機會 沒想到幾小時不到之後 攻擊就從四面八方接踵而來 是多麼可怕的恐怖情人 這是誰 國民黨嘛 國民黨恐怖情人啊 那既然這樣 是不是就沒什麼不好 直接說的呢 那柯文哲當然是四兩波間經 每次他的家人有發言 他就說這是一個國民的事情 跟本黨沒有關係 但是你的家人不就是你的枕邊人嗎 他知道最多的事情嘛 他是不是你的翻譯蒟蒻呢 把你的心聲全部都講得出來呢 好 另外呢 11月26號 這個柯文哲出席了 眾青開講的論壇 他也說話了 他說國民黨喔 你們就在騙人啊 一直騙我 進去他適合的局 坦言犯了錯 他也說眾人智慧要超過個人的智慧 主帥不可牽制 除非目無聊看護 他指的就是上上禮拜三的事情嘛 那他認為說統計互差範圍要寫得清楚等等 靈州水看完之後 他就直接噴它 他說一旦獲出去 魂話謊話竟然可以這樣 肆無忌憚 不愧是157啊 你真的是太恐怖了 好 現在 對於民眾黨來說 是不是有點內憂外患 我們剛剛講外患 包括是綠 包括是跟這個藍這個地方 可能相處不是很愉快 那這個內憂是什麼 好 你來看到的是退黨第一槍 這是前金融市議員的候選人 叫做徐又生 簡單來講 他說你越了解柯文哲 你就會越失望 他質疑黃珊珊 你手握提名權還提名自己 你就是求援兼裁判 那民眾當然是說 尊重大家的發言等等的 那現在吳子嘉也是接力來開炮 他認為黃珊珊是小鷹女孩 藍白會破局 就因為你嘛 你是最大的鷹派嘛 那你想要幹嘛咧 是不是因為要保護哥哥 黃樹光的貪污罪不會判刑呢 還是你因為他是不分區第一名嘛 對不對 他不分區第一名一定鐵上 上了之後 會不會跟立法院的時候 再跟民進黨結合 當立法院的副院長呢 會不會是這樣呢 那柯文哲也有幫他說話 不要讓他承擔這種 暫犯的罪名 來一休 我們先從左邊過來談 柯文哲現在他就是一個聖人模式 直接開啟啦 別人錯的時候 他就盡量罵 自己錯的時候 好像都不關他的事情 而且還要跟大家講說 我們要感恩喜福啊等等 現在的話都是他在說嗎 我想這個柯文哲現在最大的問題 是他很難擺脫這個母姐會的標籤 這個不是說柯粉說哪有啊 這可以切割 每個人都有獨立範圍 那我就問一個問題 周美清有講過話嗎 以前馬大姐稍微講幾句話 馬上就跟馬英九連在一起 大家不要忘了喔 在馬英九的時候 馬英九是怎麼被要求的 那像周美清女士她當時其實在合固 她是可以高升的耶 她最後放棄了 她最常被捕捉到的是去看棒球嘛 因為我們有在看CPPL 我們就知道說 周美清女士確實是一個非常熱愛棒球 這幫她先生囤積這個所謂的形象 所以我們講喔 這個剛才其實趙侯講的關鍵字叫聖人 要做到聖人 是不是以下幾點要做到 修身其家治國平天下 那我有個疑問是 你的太太講話 你的媽媽講話 你的妹妹也講話 而且你妹妹更奇怪的是 明明是民眾黨的黨代表 結果不用民眾黨黨籍來選立委 這個是一個很奇怪的事情 那我就問修身其家 你卡在其家 那如果你治國平天下 這是一個大家第一個疑問吧 第二個喔 這個先生說藍白張兆和對不對 但是呢 奇怪太太在後面放槍 可能媽媽又被裁判又放槍 其實我覺得這會出現一個叫做 大街道歉小巷打人的狀況 儘管沒有大街打人小巷 道歉那麼可惡 可是多少會被人家認為說 那你到底今天民眾黨或柯主席 你到底是採取什麼樣的態度 在應對未來的選戰 你是希望繼續跟藍營開戰嗎 還是你不要跟藍營開戰 這我覺得這態度要很清楚 因為剛才原資有講到 國民黨是直接黨中央 直接要求了對不對 直接就說那從現在開始 就是呢這個等於說 忍處理白的 然後用力去打綠的 爭取更多的中間選民的票 往藍的走 如果是這樣 那可能對於民眾黨來說 目前就是柯主席的下令 黨員要遵守很困難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柯太太 柯姐 柯妹妹 柯媽媽 可能都不遵守的情況下 那大家會遵守嗎 那所以就會牽扯到第三點 就是誠信的狀況 因為如果你今天言出畢行 我們常講這個 這個所謂的 因為你要當總統 那我們當然不是要封建主義 可是我們必須講 就是以前說怎樣 就是皇帝要怎樣 一言祭出四馬難追 你必須要能夠怎樣 就是講的話要有歸有責 他有嗎 他連簽協議都說 我不要這份協議 這就是一個問題 你還記得這個 漢武帝不是有個故事 叫金屋長焦嗎 他小時候他的 這個青梅中華玩伴叫阿嬌 他隨口答應他說 我蓋個金屋給你 結果長大之後阿嬌 他不喜歡他 他不理他 結果最後大臣說 不行啦皇上 你這個一言 你作為這個皇帝 你必須怎樣 要怎樣 這個君主必須怎樣 要言出必行 那所以今天這個 會被人家去質疑 所以我想柯主席還是必須要 針對他們家裡面的這個女生們 可能要稍微再溝通溝通協調 畢竟大選已經進入深水區 真的不能再到處亂放炮 來源自你怎麼看陳佩琪的這一番話 你會覺得說他在趁你們聲量嗎 還是說他其實 又在破壞藍白之間 這僅存的一點小小的信任感 我覺得陳佩琪發的文 柯文哲到底知不知道 我非常懷疑 我在想說 怎麼可能 現在都已經進入到選戰大選了 隨便一個文一個議題 在網路上一個風向 都可能會影響到結果 柯文哲會真的不知道嗎 陳佩琪真的會那麼大名大放嗎 我真的打一個非常大的問號 但針對陳佩琪的內容 我是非常不相信 因為他的說法是說 國民黨的高層 跑去跟柯文哲說 不然你就當你們的部分區立委 就好 不要選總統 有可能嗎 國民黨第一個是哪個高層 第二個這根本違反 國民黨長期推動的東西 國民黨最大的利益就是 藍白河是要侯跟柯配成一組 同一張選票 對 同一張選票 最好是侯柯 最好侯柯對不對 那本來一開始民眾黨 他們的訴求是說 侯柯兩個比民調輸而退 對不對 他是這樣子講 國民黨不願意接受 國民黨認為說 一定要這兩個人都在選票上 否則的話 即便是侯友宜民調贏 柯文哲完全退出 那些柯粉們 看到柯文哲沒有出現在選票上 他也不見得會出來投給這一組 那是國民黨之前一直主張的東西 所以怎麼可能國民黨會說 不然柯文哲你去當部分區 你隨便派一個人來 這就不是我們的主張 因此陳佩琪講這件事情 我真的覺得非常匪夷所思 而且我其實是懷疑柯文哲 其實是知道的 然後第二件事情是 柯文哲今天早上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上廣播講一個 我覺得更匪夷所思的事 他說有一個 美國參議員的助理 是跑到你們民眾黨裡面去 還是怎麼樣 然後就說 要說AIT的主席 羅森伯格會打給柯文哲 有人要出兩億美金 叫柯文哲退選 然後他說這個有可能 不見得是他講的 這是他的講法 不見得是國民黨 有可能是國際騙局 國際騙局就國際騙局 你講一個有可能不是國民黨 這樣很多人就會懷疑說 到底國民黨有沒有做這件事 因為就是二選一 不是國民黨就是國際騙局 那我們就出來解釋 不是國民黨 為什麼 因為國民黨沒錢 好不好 兩億美金是60億台幣 國民黨現在出得起60億台幣嗎 所以這種傳言 我覺得真的是不用再講 因為這種沒有證據的東西 講了然後大家在那邊 互相在那邊 懷疑都懷疑心 還要澄清 這只是在製造一些紛爭而已 能夠 我是覺得 既然已經藍牌破局了 大家就不用再去製造這些爭端了 維善 其實我剛剛看到這個柯文哲 他說他自己做檢討這件事情 我一點百思不得其解 他說他檢討是什麼 他說主帥不可牽制 除非幕僚看過 還記得禮拜三的那一天 陳志涵有看過 他還說柯文哲不要簽 柯文哲還是簽 柯文哲跟他講說 事意叫他離開 這當時他的幕僚是有勸他 那他現在在檢討個什麼鬼 柯文哲說過他是雍正 雍正說得算 皇帝說得算 所以這個幕僚根本就不重要 現在他只是想要一個替罪羊 他想要讓有人去當他的這個 做錯事情 做錯決定的人 來扛這樣的責任 黃珊珊現在當然是最好的一個角色 畢竟他是總幹事 所以黃珊珊他當然還是要扛 畢竟他是身為這樣的角色 主帥不能受傷 畢竟他是他的總統候選人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柯文哲 柯伯寡恩這個事情 長起來就真的是這樣 來 寶珊你最近其實怎麼回應 應該是說 先稍微還原一下 其實當天在11月15號的時候 就是針對這6點的協商共識 然後他們其實本來是四方在裡面會談 然後會談完之後他們就已經簽字了 後來像剛剛趙和提到 就是智函其實後來進去 他們已經要進去騰寫了 已經要去騰寫這個共識的時候 他們去寫 然後就覺得越聽越不對勁 說不是啊 可是你這個民調這一點 就第三點 沒有寫清楚 包含最後在炒的互比試 還是對比試炒個沒完 就是你當時在寫那個字的時候 已經留下了一個各自可以解讀的空間了 所以當時幕僚進去的時候就說 那這邊是不是要把它寫清楚一點比較好 但他們四個都已經簽名了 然後朱立倫黨主席就說 不用了不用了 我們都已經簽好都OK了 就這樣就好了 所以後來就是演變成 大家都開始各說各話 因為光是在民調這件事情 民眾黨用的是對比試去算 然後國民黨用的是互比試去算 保持人其實裡面還有一個細節 你可能忘掉 是柯文哲他其實有轉頭去看一下陳志凱 叫他要點點 也沒有叫他點點 他也沒有叫他說 我們這個地方哪裡怪怪 他也是默默的點頭說 這個協議我已經看過是沒問題 然後現在跟大家講說 我組帥以後不能自己一個人做決定 我應該要幕僚看過 這不是很奇怪嗎 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他還是認為說 就他所說的 眾人智慧還是超越個人智慧 所以他覺得有時候應該還是 以團隊去做一個決策 可能相對會不會更穩當更穩妥一點 因為的確你看像幕僚後來所反應到 所以你在文字上如果沒有寫清楚的話 後續一定會引發非常多的一些爭議 那的確果不其然 就真的有爭議嗎 所以我覺得 我其實說老實話 我覺得那一次15號所簽的那一張 我覺得其實並沒有任何一方毀約這件事情 其實並不是毀約 為什麼要這樣講 其實就是沒有得到民調上的共識 你知道那時候我們看第三點的時候想說 這樣寫得不清不楚 到底誰要去判定嗎 那後來我們就認為說 那就交由民調專家的專業去做判定 但的確最後在民調專家 他們也是各自有各自的一個學理的基礎 還有包含他們科學的一個依據 他們各自的看法也不同 所以最後得不到共識的情況之下 就變成那一張紙就擺在那邊了 然後就沒辦法繼續下去 所以我倒覺得說並不是說藍白 可能其中一方特別的想要去破局 或是特別的想要去毀約 而是真的在民調這件事情上面 當時的第三點就沒有把它寫得很清楚 所以最後就導致這樣的一個局面 來 原汁我們剛剛提到黃珊珊 現在包括你們的林濤也跟他戰得非常兇 從大雄 胖虎等等 到現在所有人矛頭都指向珊珊 就是說不分區的名單等於是你掌握的 有黃家軍或是怎麼樣 現在陸陸續續民眾黨也內訌 有人退黨 有人不太爽 你觀察到的是怎麼樣 第一個就是說現在出來罵黃珊珊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 什麼徐又生還有其他 好像陶淵還有一個人吧 他是基隆市之前民眾黨的議員 參選人 參選人 那也許他就因為沒有擠到核心 所以不爽 所以我是覺得他們講 反正就發現了情緒 但我覺得黃珊珊確實對於藍白破局 我不知道老保證看法是什麼 我覺得她要負很大的責任 我覺得要負很大的責任 因為之前事據都在簽名的時候 柯文哲問 其實柯文哲自己也是學醫學統計的 如果他真的認為那個統計上面 有什麼問題的話 他大可拿出來討論 到底統計上面抽樣誤差 定義是什麼 大家講清楚 是3%還是正負3% 因為我們在統計實務上 大家常常針對這個問題有爭議 大家討論清楚 到底是3%還是正負3 你要拿來講 結果據說在裡面的時候 大家對於統計誤差 根本都沒什麼討論 都在討論說主聯合政府之後 大家要怎麼分進合集 國民黨負責建設 民眾黨負責監督 都在討論這個花了很多時間 所以代表柯文哲當時在簽名的時候 他根本就已經做好 輸了就做副手準備 晚上他在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有主持人問他 他就說以後我可以監督總統 我說副總統我可以監督總統 已經做好打算了 可是黃珊珊就不願意 我為什麼覺得黃珊珊很不願意 你看黃珊珊到 好像我記得前幾天有一個晚上 就是郭伴那邊釋出一個 通話的一個紀錄 幾點幾分打給誰 幾點幾分打給誰 晚上的時候黃珊珊還PO一個 PO一個臉書出來 就是說 柯文哲已經講了 他會用民眾黨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拼贊到底 你發那個幹嘛 是給誰看的 給保證看的嗎 給資者看嘛 不是 他給柯文哲看的 他是跟柯文哲講說 你自己講的 你不要給我又縮回去了 對不對 你看現在藍白破局了 假設民眾黨沒有贏 柯文哲沒有選項總統 那柯文哲剩什麼 柯文哲剩下一個陽春主席 那柯文哲如果要為敗選負責的話 柯文哲就辭掉主席 柯文哲變什麼都沒有 然後接下來這個主席誰接 黃珊珊接啊 對不對 黃珊珊接主席啊 然後黃珊珊把自己排到 不分區立委的第一名 他也有可能 不管是跟國民黨合作 或跟民進黨合作 他還可以做立法院的副院長 如果身長不過半的話 然後黃珊珊之前在上 館長的直播的時候 他自己講的 他說他不會當不分區立委第一名 除非功能性考量 會把他排在第11 12去吹票 我是不知道黃珊珊有什麼票可以吹 誰會投黃珊珊去投民眾黨 他的功能到底是什麼 不管怎麼樣嘛 你自己當初覺得 說自己不會在第一名 後來又排到第一名 你是為什麼嘛 所以其實柯文哲現在對黃珊珊 我覺得也不是那麼言心計從 因為據了解熟悉民眾黨的人的說法 就是說本來民眾黨裡面有幾個不同的系統 彼此之間還稍微可以制衡一下 例如說蔡壁如系統 或高雲安系統 黃珊珊系統 但現在高雲安也退出了 蔡壁如也退出了 那就剩黃珊珊 所以黃國昌才可以空降 本來按照民眾黨之間的 之前的規則 黃國昌是不能夠做不分區立委的 可是現在可以去做為什麼 一定就是柯文哲要拉黃國昌進來 未來就變成雙黃引擎 那柯文哲還可以維持制高點 所以這也是柯文哲看出 就是黃珊珊在裡面的一些 我不知道說野心 或是他這些操作 那總而言之就是 這也是他們自己的事情 我只是覺得藍白河破局真的很可惜 如果假設是因為黃珊珊 假設柯文哲真的不是他的意思的話 我真的覺得很可惜 來 偉山怎麼看 黃珊珊現在等於是國民黨追著他打 然後現在連這個媒體人都直接講說 他是小嬰女還為的是什麼 就是為了未來可以跟民進黨合作 成為立法院副院長 我們目前沒有跟他做任何的合作 所以我覺得黃珊珊他這樣子做 應該是為了要保護民眾黨 因為我們其實也很清楚的看到 如果今天藍白真的合的話 今天這個民眾黨 基本上他的立委的席次應該就會垮掉 就他的不分區的席次 本來大家都預估 他大概會有八席到十席左右的空間 可是一旦合了之後 基本上這個在造勢的過程中 你要去喊政腦票就會非常困難 可能他就會萎縮到剩下五席 甚至是更少的狀況 所以黃珊珊基本上 他已經在政壇打滾了這麼久 我相信他的腦袋是清楚的 所以他當然要阻止 柯皮做這樣的事情 你說這跟藍白有破局什麼絕對關係 其實我還是覺得柯文哲要負最大的責任 畢竟當初這麼多幕僚都幫他沙盤推演之後 結果他進去之後 還是完全推翻幕僚的決定 也沒有任何溝通的可能性 其實就我自己是很懷疑 柯文哲是不是連文字 那五點那六點他都看不懂 那是不是那個6% 3%到底是什麼東西 他可能也不清楚 那在不清楚的狀態 就把他簽下去 那這樣的人 作為一個總統候選人 其實是非常可怕的 那代表說未來他去談判 不管是國際的談判 商業的談判 任何政治上的談判 他都很有可能出爾反爾 以自己的意見作為意見 完全不聽幕僚的話 這對於一個國家這麼大的層次來說 如果你說市政可能還好 市政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 比較屬於生活的 一個國家的層次涉及國政 涉及外交 涉及國防 這個如果出爾反爾 這是非常可怕 所以從這個事情來看 我可以看到白銀 確實有很多的支持者科粉 其實失望的 他們完全是覺得 柯文哲這樣子的態度 跟過去什麼公開公正 好像很厲害很專業的樣子 其實完全不一樣的態度 那所以這個 就我覺得這個是柯文哲 確實是他這個 往下走的一個轉捩點 就他讓一些核心的柯粉 開始對他產生質疑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了 原本是晚間10點 現在改到晚間9點 請觀眾朋友 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 藍白現在各自登山之後 現在有個柯文哲經理 就是柯文哲跟吳馨 不准再幫這個國民黨的人 站台等等 大家都已經兼臂親野了 不過剛剛原志儀有講到 現在還有一個繞巧門的方式 那這個白銀小雞 可以幫藍銀小雞來站台了吧 這是一個巧門 我們來看到的是 今天11月27號 這個民進黨台中市議員 賴欣的輔選幹部之一 叫做蔡耀傑 涉嫌使亂中氣 他們畫一個圖出來 把這個關聯性直接拉了出來 反正他就是這個江兆國的這個 委託的競選重要的服務 也是江兆國的發言人 那女方哭訴的是什麼 他說求助遭對方敷衍全黨來包庇 因為他認為說你棄養我們母女 當我們需要錢的時候 你人在哪裡 你現在都在跟我是繞圈子嗎 還是怎麼樣 好不過裡面記者會滿妙是什麼 來羅庭偉 李明選 林佳馨 這三個都是國民黨的 唯一不一樣是誰 奇怪 蔡壁如怎麼在裡面 他現在特別跑到了黨中央 過來這個地方 跟他們一起來召開這個記者會 這難道又是一個藍白示範區嗎 尤其是蔡壁如當時被問到說 你這個立委藍白河怎麼樣 他說台中市長盧秀燕帶大家 希望立委小姬選票極大化 那他也會說 不會刻意找回友誼站台 但預言12月3號進走成立 柯文哲 盧秀燕都答應會來 那我剛剛講了 朱立倫前面就已經講很白了 藍白總統副總統候選人 都是不可以幫忙站台 但地方立委可以繼續 所以這是一個巧門嗎 未來會循這種模式繼續下去嗎 尤其是蔡壁如聽說 今天來的時候沒有跟民眾黨來報備 來 袁芝 你是怎麼看 現在先從左邊來看好了 綠營一下婚外情了 那一向這種死亂終切事情 他又發了 你覺得這件事情會一度燒下去嗎 我覺得其實這個事情 如果發生平時的話是不會燒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台中市議員蔡耀傑 坦白說你沒人認識他 你認識他嗎 你沒人認識他 所以他不會是一件事 這個是地方的小人 也沒有人會關注他 而且他是也不是婚外情 他是被好像棄養母女 就是他後來認識一個C女 然後跟C女生下小孩之後 後來就跟C女什麼離婚 因為散養費什麼挖鉤事情 要告上法院 大概就是這種鳥事 可是為什麼 這個事情會被開記者 會被大家關注 就是因為延續民進黨 就一系列的類似的問題 比如說趙天霖 對不對 趙天霖的這個物理性田中事件 然後還有就是很多 我又不講 因為慶祝難輸 否則的話這種事情 其實在民進黨 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不是什麼大不了 王必勝就最有名 王必勝 對不對 所以才會被講信賴台灣 比如說外域可以去 所以去小山 跟小山去摩鐵的 還不是繼續在選立委 對不對 都沒有什麼來care 民黨不care這些事情 所以這個議題 我覺得不會燒 所以但是 比較令人關注的 就是趙和你講的 蔡壁如 他就大啦啦的 走到了國民黨的黨部裡面 你想想看 如果今天我走到民眾黨黨部 開這樣記者會 國民黨會不會生氣 會對不對 可是民眾黨不會 其實我個人 知樂觀啟成這樣 為什麼 因為現在柯文哲說 要來幫我們站財 我坦白說記者訪問我 我都說謝謝他的好意 但是我們黨的政策是不行 尤其是我們的支持者 現在也對柯文哲 也有點情緒 到時候柯文哲來 一方面支持者不爽我 二方面支持者不爽柯文哲 這個大家都尷尬 對不對 所以不原因 但是蔡壁如 就到還好 蔡壁如是 盧秀燕已經表達是滿挺他 在那一區 國民黨也沒有人 去跟他競選 甚至於國民黨有個托黨參選 盧秀燕還是去支持蔡壁如 所以像蔡壁如這一區 就是藍白的示範區 蔡壁如他想不想要 國民黨的票或組織票 當然要 選舉就是票多贏 票少輸 誰會想要把什麼票撇開 都想要 所以大家可以 我們就是可以觀察一下 蔡壁如的狀況 母雞 柯文哲是大概幫我們來站 還是不可能的事 可是 可以看看蔡壁如 你看他旁邊坐的是誰 羅廷偉 就是台中在選立委 我們國民黨的 別區的 林嘉欣也是國民黨別區的 小雞之間互相拉台 營造出一種立委藍白河 這個是OK的 所以我相信就是說 國民黨應該有很多小雞 搞不好保證也會一直被邀請 然後或者是其他人 像我們那一區 本來上次民眾黨那個立九 吳大偉 他也願意來支持我 這種就是一種立內來買 這個我是覺得 未來會發展出這種新模式 保證人 剛剛我們提到了 這個蔡壁如默默走到 國民黨中央來 雖然你今天也是 但是你今天是來錄影 不一樣 人家是在一樓開記者會 而且他直接講白 我沒有跟民眾黨來報備 你們聽到的時候 會想說 現在老大姐在搞哪招 因為其實壁如委員他 他的這一區的確現在看起來 從藍白要不要合 就談了很久 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大家都一直把他們 當作是一個示範區 就是因為包含像是 壁如委員他也有跟這個 盧秀燕市長有核掛的看板 然後包含像之前有一些 這種地方上 台中的一些地方上的一個活動 他們有跟盧秀燕市長同台 跟侯宇市長同台 跟朱立倫黨主席同台 都有 所以其實的確壁如委員 他這邊看起來是有機會 是不是真的可以去進行一個整合 當然在總統這一局 沒辦法整合的話 我們當然是覺得說 好 那可能就沒辦法 就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但如果是各地方 他們自己在地方上面 也覺得好像有機會 可以真的去整合 其他的這個在野勢力 然後去拼一搏 把這個民進黨的一個立委 讓他不要上架 或是把他下架 這樣子的話 我覺得當然是一個 可以合作的一個機制 一休 今天蔡壁如來到這個黨部這個地方 我越想越覺得很奇怪 他最近跟藍燕走得越來越近 越來越近 這難道是有什麼訊號嗎 其實這個訊號就很明顯 就是蔡壁如系統被退出民眾黨中央的一個後遺症 就是說其實本來柯文哲治下 蔡壁如是最忠誠的 結果柯文哲竟然被後來的黃三三一腳踢出去 因為你想黃三三什麼時候加入民眾黨 選台北市長的時候嗎 沒有耶 他是選完之後因為當時進辦空出的位置 他要做總幹事怕跳進來 結果一開始其實他權力還沒有那麼大 但是他給了一個奪權的機會 也就是那六點聲明之後 柯文哲回去不是要應對柯粉嗎 黃三三叫俠柯粉以令文哲 所以這一個奪權之後 現在變成柯文哲現在被卡在那邊 但我必須說我覺得柯文哲還是有些有智慧 因為六點簽下去其實柯文哲是有智慧 問題是出在黃三三 我非常同意源氏剛才的說法 因為真正的問題就是說 第一個如果你今天那個約有問題的話 你怎麼回去用翻桌的方式 歷史哥我想問 你覺得蔡壁如說會跳船嗎 你覺得蔡壁如說我覺得這個是有機會的 但是在選舉之前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現階段蔡壁如是一個經典的下徵 他是一個民眾黨過去非常核心的角色 而在這個很核心的角色裡面 如果他都離開了柯文哲 那對民眾黨來講是士氣大錯 我覺得壁如姐的智慧是不會讓她做這事 但是很明顯的事情是他今天為什麼不報備 講白了你看喔 他說我想 重磅消息 我們歡迎一把刷的播出時間 要做更改囉 原本是晚間十點 現在改到晚間九點 請觀眾朋友一定要多多支持 我們歡迎一把刷